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早期电话网中 从视化局到用户电话机的用户线采用最廉价的双脚线 而长途干线采用的是频分复用FDM的传输 由于数字通讯与模拟通讯相比 无论是传输质量上 还是从经济角度上都有明显的优势 目前长途干线大部分采用十分复用PCM的数字传输方式 因此 现在的模拟线路就基本上只剩下 从用户电话到视交换机之间的一段几公里长的用线上 由于历史的原因 多路复用的传输数率体系 有两个互不兼容的国际标准 分别是北美和日本的T1速率1.544Mbps 欧洲和我国的E1速率2.048Mbps 当需要更高的数率时 可采用复用的方法 早期的数字传输系统存在着许多缺点 其中最主要的是以下两点 一 数率标准不统一 国际范围的基于光纤的高速数据传输就很难实现 二 不是同步传输 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 为了节省经费 各国的数字网主要采用准同步方式 当数据传输的数率很高时 收发双方的时钟同步就成为很大的问题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 美国在1988年首先推出了一个数字传输标准 叫做同步光纤网络 SO-NET 整个的同步网络 它的各级时钟都来自一个非常精确的主时钟 SO-NET为光纤传输系统定义了同步传输的线速率等级结构 其传输速率以51.84Mbps为基础 大约对应于T3E3的传输速率 此速率对电信号称为第一级同步传输信号 即SPS1 对光信号称为第一级光载波 OCE 现在已经定义了从OCE一直到OCE192的标准 ITOT以美国标准 SO-NET为基础 制定出国际标准同步数字系列SDH 一般可以认为SDH与SO-NET是同一词 但其主要不同点是SDH的基础速率为155.52Mbps 成为第一级同步传递模块 即STM1 相当于SO-NET体系中的OC3速率 下表为SO-NET和SDH的比较 为方便起见 在谈到SO-NET SDH的常用速率时 往往不使用速率的精确数值 而是使用表中给出的近视数值作为简称 比如我们看到这里边近视数值155兆 表明ITOT符号的STM1 相当于SO-NET符号的OC3 622兆 它的近视数率是ITOT符号的STM4 SO-NET的符号是OC12 SDH SO-NET标准的制定 使北美日本和欧洲这三个地区 三种不同的数字传输体制 在STM1等级上获得了统一 这是第一次真正实现了 数字传输体制上的世界性标准 现在SDH SO-NET标准 已经成为公认的新一代理想的传输网体制 因而对世界电信网络的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 SDH标准也适合于微波和卫星传输的技术体制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您的支持